宁德时代第一大PCB供应商下周闯关创业版 从零环保拟科创版融资20.3亿元 随着春节后工作的正常开展 下周主板、创业版、科创版方面都安排了工作会议 将审议9家公司的首发 创业版 宁德时代的第一大PCB供应商上会 创业版上市委在下周再度启动审议工作 根据安排 2022年2月18将对亚洲与港股份有限公司 京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汉宜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这三家的首发进行审议 从披露来看 亚洲与港预计融资3.3亿元 其主营业务为标准化生鲜餐饮食材的研发 销售及配送服务 是生鲜餐饮食材品牌供应商 产品主要为速冻海水深加工和初加工产品 主要包括虾类、贝类、鱼类产品 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 为5.61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3326.5万元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新冠疫情对亚洲与港颇有影响 公司所处的大连地区 数次发生因冷链食品环节 引发短期新冠疫情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因大连地区2021年11月发生的新冠疫情 亚洲与港的自有工厂亚鱼食品 中联食品暂停生产经营 尚未恢复生产 经路电子的预计融资金额为7.85亿元 该公司专业从事硬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应用于汽车电子、通信电子、工业控制、消费电子、医疗器械等领域 公司主打汽车PCB市场 尤其在新能源汽车PCB应用领域 产品涵盖电池管理系统、电动机控制器、DC、DC转换器 车载充电机ADES、充电桩等核心部件及配套设施 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商 明德时代的第一大PCB供应商 经路电子202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 分别为5.76亿元和4644.4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经路电子所属行业拥挤 在我国大约有1500家PCB生产企业 行业集中度较低 市场竞争充分 这对公司的技术革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来源 说明书至于第三家汉衣股份 其预计融资金额为5.36亿元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字体设计、字库软件开发和授权 提供字库类技术服务和视觉设计服务 以及以IP赋能方式开展的IP产品化业务 202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9464.49万元 净利润2517.87万元 新受理方面 本周的创业版新披露了两家公司的说明书 一个是江苏的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个是福建的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另外在春节前的1月28日 也有另一家五湖福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亮相 科创版 五公司拟融资合计64亿 根据安排 下周将有三场审议共计五家公司上会闯关 其中 2月16日 来接受挑战的是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月17日 由广东纳瑞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丛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会 凌云光的融资金额为15亿元 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光技术创新为基础 长期从事机器视觉极光通信业务 服务多个行业 目前战略聚焦机器视觉业务 公司是可配置视觉系统 智能视觉装备与核心视觉器件的专业供应商 是我国较早进入机器视觉领域的企业之一 此外 公司从事境外知名品牌的光纤器件与仪器 视觉器件的代理业务 2021年上半年 凌云光的营业收入达到11.36亿元 净利润6165.92万元 英诺特的融资额也不容小觑 达12.09亿元 据悉 这家公司是一家专注于PoCT快速诊断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 产品相比传统实验室 检测产品具有使用成本低 操作便捷 检验快速 对配套仪器和操作人员要求低等特点 该公司的产品以呼吸道病原体检测为主 同时覆盖优生忧郁 消化道 肝炎等多个检测领域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 英勿特开展对新冠病毒检测产品的研发公关 并于2020年2月22日 通过国家药监局应急通道审批 获得国内首批新型冠状病毒 Igm IgG抗体检测试剂和注册证 并随后参与了三项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 试剂和国家标准的制定 后续陆续取得了包括FDA的EUA 授权在内的多个海外市场准入许可 针对未来对于疫苗接种效果评估的市场需求 公司还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和 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和 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和三项新冠中和抗体检测试剂 并已取得了C1认证 融资额最大的是丛林环保 其融资金额为20.3亿元 主营业务为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致力于危费处理的资源循环利用 作为上海地区危费处理龙头企业 丛林环保在上海地区可处理32大类危险废物 覆盖上海地区可处理大类的70%以上 可资源化利用25大类危险废物 位居上海地区第一位 以核准年度危费处理吨数计量 子公司上海天汉处理能力为23万吨每年 领先上海地区其他危险废物处理企业 另一个纳瑞雷达的融资金额为9.68亿元 这是专注于提供全极化 有原相控阵雷达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为X波段双极化 有原相控阵雷达及配套的软硬件产品 目前主要应用于气象探测领域 并逐步在水利防洪、民用航空、海洋监测、森林防火 公共安全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推广 再来看看华盛李电荣 该公司资金额7亿元 是一家专注于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主要有电子化学品及特殊有机硅 两大系列 以高度覆盖中国国内市场 同时出口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盛李电荣主要产品为以碳酸亚乙锡纸 伏带碳酸乙锡纸和双草酸 彭酸里为代表的电解液添加剂 兼营以疫情酸纸鸡饼基三甲氧鸡硅丸 和疫情酸纸鸡饼基三乙氧鸡 硅丸为代表的特殊有机硅产品 特殊有机硅产品用于涂料、密封胶等材料中 可以增强材料的粘节力 主板 下周指一家闯官从披露来看 主板方面 证监会第18届发审委将在2月17日召开会议 审议明科经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 实际在本周 另一家重庆旺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也有上会 上会时间为2月10日 并且已成功过会 明科经济的说明书显示 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冲压模具和金属结构建的公司 主要为汽车、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及建筑、消防等行业客户 提供精密冲压模具和金属结构建 在汽车领域 公司主要客户为马瑞利广岛技术、海斯坦普等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 产品广泛应用于日产、马自达、沃尔沃、福特、宝马、丰田等汽车品牌 汽车领域之外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李光、京瓷、松下、三菱、维特利等全球知名品牌 2021年上半年 公司的营业收入能达到3.79亿元 净利润4695.96万元 这一次明科经济计划募资超5亿元 其中有3亿 投入到清远明科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 这个项目旨在通过新建厂房进行生产基地建设 扩大公司产能 运用公司在汽车、精密模具及汽车 金属结构建上积累的技术及丰富经验 采购自动化设备 提高公司技术装备水平 满足客户对于产品强度和精度的需求 同时 基于与产业聚集地及整车企业就近配套的需要 该项目的建设将更好的满足公司区域客户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客户 对汽车零部件的配套需要 优化公司生地基地布局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明科经济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高 2021年上半年为1.96亿元 超过了营业收入的一半 占总资产比例的20.99% 另外 公司位于东莞市唐沙镇田兴村的40172平方米 生产经营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暂未取得土地及建筑物全署证书 2010年4月1日 明科经济与东莞市唐沙镇田兴股份经济联合社 东莞市城义实业有限公司 签署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转让合同书 同意将该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让给明科经济 并支付土地出让金 因历史原因 该地块及地上建筑物未取得土地证及房产证